打开大门 气派门厅 映入眼帘 值得注意的是 这可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加持过的房子 我当然想要买 明天住过的地方 希望我住进去之后 也可以买的股票 都可以增值很多这样子 根据实价登陆网站资讯显示 这间张忠谋过去住过的家 就在竹北文新路 位在17楼的两户坪数 高达200.16坪 就传言表示 他们买的是合并户 一边是张忠谋抗力居住 另一边则是随户与管家住 2009年张忠谋重返台积电 妻子张淑芬选在竹北高铁站附近 斥资买房 直到2018年 他从台积电退休 趁当时景气低迷 出售总价3600万元 平均每瓶只要19.06万元的竹北房 当时买方买了三年后 分两户出售 总价共6940万元 互利高达近一倍 不仅竹北的豪宅 经过张忠谋当邻居后卖超好 位在中仙区的豪宅 张忠谋旧买了几间 社区有名人入住 对于建案本身的知名度 跟询问度 都有大幅提升的效果 所以如果能够跟同产业的 友好伙伴 比邻而居 对于未来的长期互动 都有很大的帮助 包含富邦蔡家 印尼仿制大王宋良浩 一连串叫得出名字的富豪家族 都是张忠谋邻居 大值指标豪宅 总户数为236户 目前成交已将近200户 凸显名人效应 左右着金字塔顶端的购物行为 三立新闻 赵浩亿林书贤 林芷琪 台北新竹采访过到